焰火蓬蓬作响 德国首都柏林19号晚间一触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现场爆发冲突 警方指控示威者丢石头和易燃物等行为造成65名警员受伤 共逮捕174人 以巴掌火升温之际为抗议以色列长期霸凌巴勒斯坦 全球掀起一股挺巴风潮 手机闪光灯照亮夜空 法国首都巴黎同样展开挺巴集会 上星期法国当局镇压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动 引爆民众怒火 19号集会在最后一刻才获得批准 戴上头盔却迎来 许生连连凸显警方不敢大意 西班牙甚至有政治人物批评 以色列对加萨走廊轰炸和封锁引来人道危机 而这些对以色列的不满延烧关场 还有人直接辞职抗议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阶官员 在社群平台Lincoln上痛批美国政府 瞎停以色列的行为 正在重蹈历史覆车 自己拒绝参与其中 就连体育圈的挺巴声浪也不落人后 包括知名女星 帝达史云顿在内的全球300名演员 艺术家和音乐家也发表联署 同声谴责以色列犯下战争罪 呼吁各国停止军事支援以色列 而伊斯兰国家反以色列示威更是随处可见 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害怕成为穆斯林泄愤的目标 19号撤离土耳其 以色列常年围堵巴勒斯坦人 随着加萨的人道危机恶化引爆全球怒火 近新闻李梅杰朱佳麟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